大家早上好 我们的驻车地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周边青岭深山里的环境 非常非常的舒服 今天早上温度19度 看一下旁边 这叫白云村 村民特别淳朴 刚还跟村民聊天 说我这个车 村民说你这个车难开 说这扎起来长 前车三米后车五米得八九米 我说这前车 这前车五米五 后车七米二得十三米 然后那个大叔说 这个跟半挂一样 然后看小城在那 我们现在准备去遛猫口了 这个村子旁边有一个桥 这个桥本来很平平无奇 但是上面挂了好多像薰衣草一样的花 看一下 紫紫的还挺好看 走 摩扣 我们过桥 这个村子 环境非常好 人非常少 真的特别适合房车住车 尤其是 大家看这个停车场 就很空旷 没有车 特别适合脱挂住车 虽然昨天这个我们在停车场里都掉不过头来 是靠我俩把脱挂推进去的 但是还好啊 哇 这个感觉太舒服了啊 小摩扣也好久没出来玩了 带他出来逛一逛 真舒服呀 这早上 昨天小橙子睡了一个对食 睡得可美了 哇 看这边河 这个河水现在不是 这个雨季啊 所以说 河水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能听到 潺潺的流水声 这环境太好了 过了桥 也是村子啊 这个应该叫下白云村 有两个白云村这附近 反正秦陵里面的这种小山村 真的这环境都没得说啊 看这边 在种地 哇 这个画面太美了 看这一片田 哇 你看这秦岭中间 这个村子是一个古地啊 是一个类似于盆地 然后地势比较平坦 这一片田 打理得非常好啊 整整齐齐的 这看起来特别舒服啊 真是太舒服了 然后旁边就是住家 门口堆着他们自己批的柴火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啊 秦岭山山里边 是不是都很贫困啊 你看 家家户户 也很多都有车啊 小院 这种生活 其实很多人也很向往啊 嗯 这个温度非常舒服啊 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看看这地里种的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大家拉近点看啊 菜啊 然后刚刚有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平时不太认这些 这是什么 这是玉米吗 这看着像玉米啊 是不是 然后这是什么 大家看 这啥 这是不是看着像 不像菜呢 看这一片 非常有趣 小橙子已经带着木口走那去了 漫步在田间 哎呦 真舒服呀 这个村子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每一个房子上画的画都不太一样 这是个什么画 这是一个山 然后树 还有亭子 远处那家呢 那家 就都不一样 然后这边这家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这家上面 画的是一些耕田的 画 看这个 这应该叫白云田间座 这名字 白云田间座 因为这是白云村嘛 挺有意思的 我扫过一下这边 大家看有没有亮点啊 是不是一幅很美的田间风光 然后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然后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看这儿 这有个大熊猫 哈哈哈哈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右边这个塔 上面写的白云深处有人家 这村子真的挺有意思的啊 嗯 非常有趣 继继续前行 看这个位置 山上的那个光 一道一道的 一层一层的 然后加上这个田 太漂亮了 看这一排 葱上面的 这是葱老了 是不是就这样了 这个毛蛋蛋非常可爱 看人家家 哎呀 这环境太棒了 而且这个村 大家看它这个路修得真的非常好 村里的路就是这样子 很宽 然后又是很平整的柏油 旁边又有木栅栏 真的很舒服啊 这个村 太舒服了 刚刚问了一下村民 他们在种这个 我问了一下这是啥 这是百合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见过啊 我说怎么刚刚看这个 其实很少有人种这个东西 这个村 种百合 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啊 非常有意思 好吧 前面应该一拐弯 我们就能回去了啊 其实遇到这种特别原生态 然后人少景又美的地方 我特别纠结 要不要分享给你们 因为之前 我们家门口 西安的这个小南门早逝 我拍了一两次以后 后来就火了 后来那个早逝就乱了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都出现了 人挤人 人挨人 也特别的 就是这个游客气息特别浓了 所以说这种人少景美的地方 我很纠结 又想分享给你们 又觉得如果拍完以后 有可能来的人多了 他就没有这么美了 没事 反正咱的粉丝不多 咱偷偷的拍一拍 关注我的粉丝 偷偷的看一看 就可以了 不要外传 行吧 非常舒服的 清早的一个散步以后 我们一会就回车里去了 前面有个小吊桥 走过小吊桥 我们就走一个小环线 这个河水没有水 好像是因为 上游有一个水电寨 有个水坝 这个桥晃得好厉害 我有点害怕 我特别害怕 走这种晃来晃去的桥 赶紧走吧 赶紧过去 我的天 看小橙子 带着猫口 走了一圈 大概有个一两公里路啊 我们回来喽 回到我们的秦岭山中临时小院了 太舒服了 白云深处有人家 确实有人家 有好多人家 这是走了个小环线啊 直跟我们过去的那个桥 行吧 上车 我们再休息休息 我们主要为了做测试 所以说今天 收拾收拾就回去了 回到车里 把窗子打开 看这个欧式拖挂的 这个客厅的窗子 一般都会特别大 看这窗子有多大 然后我们把这个防温沙帘拉下来啊 以免外面有虫子 在这儿 继续工作 继续剪视频啊 不过在这种美景下 特别好的环境里面 剪视频也非常的心情愉悦啊 那行吧 我们大概早上的散步就是这样了 我们剪剪视频 然后到中午左右 就回城返回西安了啊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